我覺得找屋真的很痛苦 我是克羅英國的專長是 我會做一點的研究 然後自己拿來做什麼 我是DDIO 我是把法克維推到GDP這個坑裡面 那我本來是想要做自己的side project 那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新的平台 然後現居城市圍住 可以租屋者為中心的平台 然後這邊我講一下我目前的那些 我做的方法 像大家其實最常用就是五九一 那你要做的篩選可能是全文山區 但是文山區其實這麼大 那你在找的時候可能就要熟悉每一條路 才知道說這是我要的 這是我要的 它是不是 或者是說你想做範圍根本就長這樣 因為這個範圍你可以用Rubi 另外一個範圍你可以拿進去 那有沒有可能這個新的租工具 它是畫一個你想要可以租的平台 另外一個是 其實很多物件在上面都是 這是看過的耶 這裡是看過的 這個好像是新的 連一區畫都是看過的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在街面上 把這些看過的不好的房子 都把它推到另外一邊 不用再看過它 那我從實際上的研究裡面 找到了總共有七個比較重要的痛點 然後有各自的設計解決方法 那我們會再晚一點的時候再做多明明 那剛才 因為柯維伊他自己的專業 主要是UX的部分 那我在這個專案裡面 大概是打一個推坑和做剩下事情的人 所以我們這邊很需要的是 UIUX-3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station 來介紹剛才柯維伊的 就是整個的使用者研究 然後 那所以我們 但我們也會需要 有設計師來幫我們一起 把這個全部的畫面做出來 它會是一個 網頁的加上 那個手機APP的一個平台 然後 那除此之外 因為我們會需要用到公開資料 那這部分 我們會需要一些法律專家 來幫我們來 就是 比如說我們今天 怎麼樣做才不會被告 或是怎麼樣 才叫做一個合理使用 那我們其實也想要來做一些 關於這些使用者資料 的分析 然後匿名化之後 來公開 來幫助這個 租屋市場 可以更好的發展 不管是政策 還是商業的效果 對 所以我們法律 當然再來就是 不需要的東西做出來 所以如果有一些人 有興趣做HAPP 然後做卡蟲 或是做網頁 UIA的 那都歡迎來找我們 那我們 我們 我們等一下 11點 現在暫定11點時速的時候 我們會 會在現場 然後 刻維伊會把他的整個 User Study 就是比較完整的 那介紹給大家 我們之後就可以來繼續 討論 謝謝大家